为什么在国内这些年火爆的电商行业却在欧美发展不起来 你敢相信目前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竟然还能看见我们早就淘汰的电视购物吗 其实电商有电商的好处 可以让我们老百姓逐步出户就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商品 作为卖家只要把自己的商品交给主播 主播就可以直接推荐给需要他的网友们 而且销量惊人 电商的主要优势就是以低价吸引消费者 尤其是早已习惯线上购物的年轻一代 有优点就会有缺点 他们在跟实体店抢客户 线下实体店一个接着一个的关门倒闭 现在可能还不明显 那是因为还有一大批习惯线下购物的50后60后70后在支撑着 但你可以想象到若干年后 很有可能路上已经没有什么服装店玩具店和百货商场了 逛街也不知道去哪里逛 当然这也是时代进步的一种体现 欧美国家现状就是 已经有很多百年老店相继宣布破产倒闭 例如创建于1902年的美国连锁百货商店GC Penny 在美国有1200家店 就在去年关掉了其中200多家分店并申请破产 还有更为出名的 已有158年历史的梅西百货 也是在陆续关门店铺 这两家公司曾经都是辉煌过的 更是500强企业 这就是现状 可以说是已经很惨了 可想而知 如果再把直播购物再发展起来 你表面看到的是店铺关门 可这背后是多少失去工作机会的老百姓 实体店能给很大一部分的普通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哪怕是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 也能让六七个文化不高的普通人 有份工作养家糊口 而电商直播购物只要两个人就可以了 大大降低了就业岗位 你们对此有什么想法 可以评论留言 我们一起聊聊吧